各位好 那这里呢复习一下内力与外力的概念 以及执行运动方程它好用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呢有一个弹簧 它绑住一号二号这个物体让它们连结 这个弹簧是理想的不考虑弹簧的质量 那这个 如果今天呢 一号二号并没有这个弹簧而是直接连住 如果视为一个整体的话 然后把它以抛物线丢出去 那它的运动就是一个单纯的抛物线 可是如果今天它们之间有弹簧 它们之间有弹力 那一边丢出去一边震荡 那一号的一边飞一边又会这样动 二号也是 所以这样的运动是很复杂 是比较复杂 那要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就会用执行运动来简化这个分析 那首先呢 如果今天是有弹簧在一号二号之间呢 我们可以视为一号对二号施力 二号对一号施力 假如说它今天就只是一号二号之间的弹力 那我们以一号二号为一个系统的时候呢 一号对二号 二号对一号的施力就属于内力 就是系统内成员的施力 可是在飞的过程中呢 地球有去吸引一号 地球也有吸引二号 可是对一号二号这个系统来说呢 地球是第三者 所以地球对一号的力 以及地球对二号的力 都是属于外力 这个就是外界对系统成员施力 就是外力 那我们要怎么去分析 这样一个复杂的运动呢 可以这样子 我们先把系统的 系统内 以及系统外 所有的力 都全部加起来 首先是 一号受的外力 外界对一号的力 再加上 二号对一号的力 然后再加上 外界对二号的力 再加上 一号对二号的力 那这些力全部加起来 就是 这个系统受到的合力 那我们会换一个观点 就是说 我们把整个系统 是用一个点来代表 用一个点来代表 用单一个指点 的运动 来代表整个系统的运动 所以这时候就不加夸号 前面等式的前面 左边加夸号是因为 这个要标示 一号的合力 一号受到地心引力 还有二号给他的力 然后这个夸号也是 二号所受的合力 地球对二号的引力 还有一号对二号的力 可是当我们把它 看成一个点的时候 把它看成所有的力 都集中在一个点的时候 其实内力就会相抵消 因为本来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是不能互相抵消 因为 作用在不同的物体身上 不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身上 就不能抵消 但现在我们把一号二号 视为同一个点 视为一个点 所以这时候 所有的力都加在这个点上 那都视为加在这个点上 这是一个想象 不是说真的力就跑到这个点上 并不是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把他想象成 全部作用在这个点 那这时候呢 把整个系统视为一个点 那一号对二号 二号对一号的内力 就会注用在这个点 那我们就可以 让它抵消了 就可以让它抵消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 一号加二号的合力 其实就直接就等于 系统所受的外力 系统所受的合力 只需要考虑 系统 所受的外力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一个重点 就是 执行的运动呢 不需要考虑内力 应该说不受到内力的影响 应该不是说不需考虑 应该是不受系统内力影响 紧受外力影响 好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执行加速度 这样子 我们可以写 把一号受的合力写出来 也就是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合力就会造成一号的加速度 N1A1 那二号的 合力造成二号的加速度 N2A2 那和系统的合力 我们今天用 执行的观点来看 就是 总质量 然后乘上 执行这个点的加速度 所以这里我们就会得到了 第二点 执行加速度 就可以写成 AC 那它就会是 N1A1 再加N2A2 再去除上 总质量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要分析 这种复杂的运动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分析 这个运动 先分析这个运动 我们可以透过 执行加速度的方式 找出 执行的 加速度 或是 速度 或是位移 或是位置 然后再透过我们前面 所介绍过的 执行的速度公式 和执行的 位置公式 那就可以找出 这两个物体 它相对于执行的 跟执行之间的 加速度关系 或是 这两个物体 跟执行之间的 速度关系 或是位置关系 好 那我们实际 做些题目来感受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